歡迎張智晨 我的杯底的號碼是1996年 1996年那年是我和智晨認識的年份 96年啊 這個還沒有出生 副四歲 副四歲 通常人家可能會說 我是聽你的歌長大 然後我會說我是看自己長大的 對 是的 96年我在念大學 剛好我在大學的校外是他的高中 馬來西亞有很流行的創作比賽 我記得很深刻 她的長相跟我當時那個女朋友 有八成五四長得很像 所以每次她一出現在任何的創作比賽 我的那些同學就想說 你的小女友又來了 她又來了 所以每一次碰到她的時候 我就會在那邊心裡面又笑了一下 就會有一種幻想說 會不會有一天 她是我的女朋友 我正想接這句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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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緣分很奇怪 跟佩妮96年開始認識 一直到 我現在已經27年了 然後 我每一次 覺得這個人 為什麼那麼真誠 因為我第一次到台北發展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會找我 就她 打電話給我說 要不要出來吃飯 然後介紹給朋友跟人認識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 好啊 好不好 我還記得有一次 她打電話給我 跟我說你怎麼這麼沒有義氣 因為我們在那個舞台上 我們兩個互相 爵逐一些什麼樣的獎項 才會有人 公司跟公司之間會有很多的 她有一天打電話給我說 我就一頭霧走 然後說 發生什麼事 你知道 都是外面的人 把事情弄得很複雜 對 所以我現在 我現在我都會跟朋友說 我就是要找你講清楚 我不希望聽到別人 外面傳回來的話 我們兩個人都有一個個性 就是我們不會解釋太多 那我就跟她說 其實 你懂我 我懂你就可以了 對 所以今天呢 我就為佩妮準備了一份 飽含了詭異的 一份很好的禮物 希望你會喜歡 一定會喜歡的 我跟你說 這絕對是一個藏不住的禮物 那個味道真的是 我已經聞到了 大家都知道 馬來西亞的水果之王就是 名產 對啊 榴槤 對 榴槤 有沒有人很怕吃 我不可以 他不開心 他不開心 還有 還有 還有這個 乾的 有什麼寓意嗎 因為我們很多 來自馬來西亞的華人的歌手 所以我們常常會很想念 家裡的一些小時候 像我爸是種榴槤 有種水果 他也是在一些果園的狀態長大 我想說想要有一個家鄉的感覺 對 家鄉的感覺 在一種他鄉遇故之的感覺 那怎麼辦呢 你要抱著榴槤來唱歌 你要唱什麼歌呀 我覺得大家最想要 包括我想要聽你唱的應該就是 大家第一次聽到你那首歌 然後大家有感覺的歌 就是你要的愛啦 你要的愛 沒錯 那個真的是因為扮著那個 當時我們流行畫的偶像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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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國內的年輕朋友全都看了 那首歌是真的都會唱的 這個歌二十歲寫的 然後也唱了二十幾年嘛 已經被翻唱了 然後做了N多個版本 那我聽到這個編曲的時候 我其實完全沒有改 雖然有一些和弦上 很特別 我不知道我做不做得到 因為我不是演員 我想呈現一個二十歲要的愛 三十歲要的愛 跟四十歲要愛的不同在哪裡 聽佩妮歌就永遠不會讓人失望 她每次都會有那種實驗突破的 這首歌真的跟我們以前聽到的那個 年代完全不一樣 這個裡面好多情緒 那個層次很多 我覺得唱歌最難的事情就是 剛剛好 跟著音樂的節奏 它的情緒去釋放你的情緒 到剛剛好其實是最難的 你人格合一就是對了 對 就你剛剛真的是 哇 看你投入在其中 爽快 非常有幸 有人在我記錄著生命的這個日記當中 有喜歡 有共鳴 有連結 這是我最感恩的地方 也謝謝這個節目 讓我可以重新有一個新的編曲 最重要就是我的好朋友 選了這首歌 還帶來榴槤來請大家吃 讓我們一起乾杯吧 乾杯 乾杯